70歲的林靜一是打死師傅 有30年的經驗 但投入救災是第一次 他所負責的任務 就是雲門催堤大樓內 最難救的201號房的破牆路徑 這群打死師傅是由張融合帶隊前往 原本在統帥飯店支援拆除的他們 聽到要救人亦不容辭 拿著17公斤的機器 開挖整整24個小時 但看到罹難者的那一刻 止不住的是心中的遺憾 經歷過這次救災 這群師傅沒有被嚇到 反倒讓救人的意志更堅定 台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目前所找到的15公斤